- 體操 - 歡迎收看阿森秀體操 - 體操 - 終於來到我們的最後一集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體操項目裡面最精彩的一項單槓啦 GO 為什麼會說單槓是體操項目裡面最精彩的一項呢 體操項目裡面有六個項目 那單槓是排在六個項目的最後一項 那也就是所謂的壓軸 那壓軸一定就是最精彩的 單槓它的精彩度在哪裡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飛行動作 也就是說選手會在槓上面拋上去做了空翻兩三圈以上 或者是轉體之後再連接下去接下一個動作 所以可以讓觀眾看到的視覺感受是覺得 哇 看為觀止啊 待會就會給你看看一些國外選手的飛行動作 它是怎麼連接的有多精彩 加上國內選手現在也慢慢追上的趨勢 那我們就進入動作解說吧 OK第一類是我們的垂直擺動類 那什麼是垂直擺動類呢 也就是說選手從下面跳上去抓到槓開始 它開始擺動 那你可以看到它做很多的大回環系列 不管是向前的或者是向後的 它只要在上面大擺動大旋轉這一種 就是我們的第一類垂直擺動 那不管它有沒有做身體的轉體 這都是屬於第一類的 OK第二類就是我們最精彩的部分呢 那就是飛行動作 那飛行動作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變化 它有最經典的特卡切夫 那或者是拋上去空翻兩圈 再去接槓 甚至加上一些轉體 那它每一個的難度都是不一樣的 也隨著你的轉體越來越多 或者是你的空翻越來越多圈的話 它的難度係數就會比較高一點 也相對的危險性也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槓是鐵棒做的 所以它是石心的鐵 它不是一般的木頭 鐵去敲到自己的肉一定會很痛 以前我們自己在練的話都會特別的小心 因為第一個是非常的害怕 因為怕撞到槓會很痛 那也隨著年齡的增長後 慢慢的心態就比較勇敢一點 所以在做動作的時候就比較大膽一點 現在第二類難度最高的係數到I 之前有講過我們的難度係數是從A開始 A就是0.1 也就是說你做了一個A的動作可以賺到0.1分 那它做到I A B C D E F G H I 它做一個動作等於它賺了0.9分 那等於如果你做9個A 你才可以跟它達到同等級的難度係數 那這個要求I 它是做了什麼動作呢 它就是做了一個 拋起來 空翻兩圈再加上轉體兩圈 而且它是直體的 我們有分團身跟直體 那它做了直體又加空翻兩圈 再去接槓 這真的是不是一般人類可以完成的 嗯 這個動作是由一個日本的體操選手自創的 也是現在難度最高的一個動作 剛剛有講到第二類的飛行類 它的精彩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它的精彩度有多精彩呢 它除了單獨做一個飛行的動作之外 它可以把飛行動作連接在一起 所以就代表它飛起來的時候要接到槓 然後再飛起來再接下一個動作 那有的人 它可以去連續接到三四串以上 那它就是一直飛 一直飛 一直飛 那在體操的規則裡面 它飛行在接飛行的兩個動作中間 會有一個連接加分 比如說它做了這一個 飛行動作是C難度的 那它再接另外一個動作也是C難度的 那它就是C加C 它就有0.1的連接加分 所以就等於C0.3 再加C0.3 0.6再加中間一個0.1 所以它這一串的動作它拿了0.7 接著就更厲害了 那它如果做了D再接D 那它這個就是0.2的加分 D加D0.2 所以它這一串可以拿到1分 那它如果說是D加C呢 或者是C加D 那它這個就只有0.1的加分 如果你要拿到0.2的話 一定要D加D級以上 所以是D E F G 才會有0.2的加分 第三類是我們的 競槓系列 競槓系列它有很多的變化 比如說 有一個最簡單的 暴力上槓 暴力上槓就是 我們的屈身上 那它是有從外面拉進來之後 靠近槓 那這個就是競槓系列 那當然我們用屈身上做動作的時候 只是為了介事做一個擺動 要接後面的動作 那上去之後呢 還有很多的競槓動作 譬如說中穿 它把兩隻腳從它的兩隻手中間 穿進去裡面 再踢出來之後做另外一個變化 那這也是競槓系列的動作 也就是說它只要有靠近槓 你感覺它的腳或者是身體去靠近槓的話 這都屬於競槓系列的動作 最後就是我們的下法 那下法它現在難度最高的字 G 也就是它做了Hokman三圈 加上轉體一圈 那也是現在難度最高的下法 不過因為難度太高 而且加上前面的動作 有十個動作要完成到你後面的體力的時候 要再放這一個 這麼高難度的動作進去 不一定完成率會比較好 有可能失敗率比較高的話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平常一般的選手 不太會去編這個下法 去放在它的套路裡面 最後我們就來欣賞兩段 現在目前台灣選手 最接近世界等級的一位 那它也幫助過台灣 奪下不少面的國際獎牌 有亞運會金牌 及世大運金牌 那我們歡迎 躺家鴻 如果總共看的話 就看一下 從 昨天 這麼 TIM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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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